在拜登的新政权之下如何因应大陆的崛起 位于华府的著名德国马歇基金会举行了座谈会 会中专家认为美国必须与欧盟联合起来 才能够有效地对抗大陆 其中最迫切的就是科技安全议题 专家强调应该纳入太平洋的亚洲国家 其中也包括台湾 不过美国除了和大陆在科技以及贸易上的竞争之外 拜登也已经表示在气候变前的议题上 会寻求与大陆的合作 在谈到这一点时 有专家担心希望一些重要的核心价值不会被牺牲 拜登上任之后 国际的局势将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台湾如何在欧美的结盟当中 谋求自身的利益而不被边缘化 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记者公邦华 林滋慧 纽约的采访报道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